我們暫時去這個生肖 因為妹姐是熟透的 我們先說熟透的朋友 熟透在2022年的整體運程 在上一年牛年之中 熟透的人屬於太歲沒有什麼形黑 但有桑門、地桑、披頭等等的空聲 暗中會作水阻礙 我不是熟透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電腦偶爾發神經 避受這個低迷的運勢困擾 熟透的人進入2022年屬府的年份 熟透的人運勢就有時內運到的跡象 一切重新出發 就好像我的電腦重新啟動 又沒有聲音吧 Hello 聽不聽到 有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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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聲音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們那邊的電腦 有些人會慢了很多 OK 有啊 你不要嚇唬我了 我真的很害怕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笑不出 我不說髒話也不行 真是玩咬到我 我真的 這個YM湯也說沒有聲音 有些人也說有聲音 我不管你們 有些人就很遲 網絡是遲了很多 哈哈哈哈 我真是很害怕 一早就有粗口聽醒神 哈哈哈哈 真是不吊賊也不行 我繼續說完 這個 這個熟悉的人 現在有時來運到 去到這個苦年 即是2002年 一切重新開始 有條件適宜 舉辦結婚的 置業或添丁人生的喜事 能夠有正能量的氣場 好像你們幫我打氣 很快的電腦運作 哈哈哈哈 生活的模式 仍然是有一層不變的 運勢是逐漸下角的趨勢 吉宗之中是藏空的 諸事是中途發生變化的 人生就是這樣 沒有所謂的 總之有發生事的時候 定點來 想個方法 solution先 不要在這裡致怨致癌 好了 當問題一浮面的時候 有時是小願為的失落感 較為勞心勞力 應該做好一些應變的心理準備 保持樂觀的心態 我現在還未驚訝完 是的 電腦失機無神停了 好了 很著急 大哥 做Live 事業上有多顆吉星 拱照相助 吉星熟透的人 夏年 2002年 他的吉星是什麼 就是太陽代表這個男性的貴人相助 也有遠照遠而不照近的意思 屬於套的人 就不妨把工作的重心向外拓展 外派出差或者開拓一個外地的業務 而這個吉星還有天空 天空是代表天馬行空 圓圓不絕的創作靈感 從事這個創作或者設計工作的人士是最有利的 能夠充分地挖你們的天賦和靈感 今年可以嘗試多種風格 有望新的突破 而這個唐富的吉星 就是能夠發揮你的領導才能有關 從事紀律部隊 或管理層屬套的人士 是能夠有威謀權力 有增強的意象 這個2022年的事業發展相當不錯 可以有理想的發展 處於是不適而急進 應該提前做好計劃 除了受到太陽吉星的牽引之外 還有這個咸詞桃花星的助力 感情方面能夠收到不少好的訊息 特別是女性桃花大王 有機會遇上條件出中的男士伴侶 要掌握得到這個因緣的運勢 但咸詞也會吹發難桃花的出現 在感情之中仍然保持清醒 請不要發生 感謝詩汪 這是一個新朋友 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 如果你結婚 不要提防第三者介入 令你分辨 如果你有聽我的奇案 你應該知道 很多時候的奇案都是由分辨 第三者引起的 所以What should we learn What should you think 多一些 B4 做事之前 多一些 多一些 其中 另外 這些不好的星 還有晦氣和非癮 會對個人人際關係和健康 帶來負面影響 日常要多加留心,在苦年屬套的人叫做吉凶参半年份,得益吉星拱照 凡事多作准备也能顺利度过危机 屬套的人在2022年财运方面是乐观的 正财方面有太阳吉星照耀从事和男性有关的生意领域 例如销售汽车、无形、电子、科技产品或蓝装 今年的客人像云来,财源滚滚的 同时可以留意与自己有关关系良好的男性客户 多谢Suki Yu Wong,谢谢打赏 借助对方的人物带来更多有潜质的新客户 有助生意直线上升 另外太阳这颗星具有照远不照近的异象 所以在苦年2022年,宿涛的人适宜做一些弱动的东西 适宜不移静,适合动中身材 如果在海外发展进出口,甚至网购也不错 如果被派出差,有助生意发展顺利 有条件上班族也可以获得一些小本经营托展的财源 开源折留 另外,吉星这个天空和堂浮带动之下 宿涛人在工作上能够有灵感大放异彩 尤其是从事设计、编剧、广告、写作有关的人士 今年就会有仓衣无限 获得不少关注的同时,工作机会随之增加 这些是属于正财的范畴 如果整体来说,宿涛今年依靠正财的事业 获得不菲的收入,而偏财方面 这个宿涛人本年理财能力有所欠缺 欠缺放手一搏的勇气和长远的眼光 无论在这个投资项目还是购买股票 都会有人持一步的可能性 类似跟财运刷新而过 建议将资金交给专业的理财人士去打理 也从事由男性长辈可以得到信息 获得一些消息 可以有斩获 但设计贪,见好就收 另外,熟吐人在事业运 刚才说财运,现在说事业 相当不错 工作能够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度 加上得到太阳和吉星眷顾 无论是新人或是职场老手 都会有机会得到上司或客户的关照 尤其是男性熟吐的人 能够获得上司的悉心提拔 只要紧守岗位 升职的机会 多谢Tony 在升职方面成功在网 但受人貌相合的影响 熟吐的人 这个年度 即是这个苦年 求变的心态比以往强烈 有意落实转换工作计划的朋友 不妨向曾经提携过你的男性上司 或客户打听消息 或者能够得到不错转工的机会 但确定正式受聘之后 可以锐意辞职 以免受到不稳定的运势影响 但设计太急行事 即是问好 plan 你才可以做这件事 在唐扶星的借助力之下 权力和威望都有加强意仗 在崗位上能够发挥不俗的领导才能 在单位公司或团队中 处理管理层熟吐的人 本年度的领导能力特别和组织能力 话语权是有所增强的力量的 能够获得下属的认可和支持 团队的凝聚力高 效率自然会提升 无论处于哪一种工作环境 属吐人对于自身言行 要有所弱促 以身作质 想法分明 设计以权谋私或威压别人 在职场之中和同级的同事 亦都要有良好的沟通 以免产生意外 好 令到对方有不满 你记不记得昨天我说的 奇案就是那人经常在公司骂他 所以出来做事是求财不是求器 大家互相尊重是最基本的 好了 来到这个熟吐在2022年他的感情运势 这个苦恋熟吐的人的运势 相对平稳的状态 感情上是可迎接桃花旺盛的一年 由于和太阳的吉星相助 事业的稳步上扬 同时也能够带到不少职场的桃花 可能会发展一段办公室恋情 不过这个部分熟吐的人就要保持理智 不可以为了感情要怠慢工作 今年亦都可能通过长辈的牵线 遇上一个条件优秀的异性 对方样貌英俊 更加难得的就是心意真诚专一 对于单身人士来说 有意向脱单 不妨主动去接触 未婚的人士今年是适宜做结婚 生孩子的打算 尤其在苦年 兔年 在再下一年 2023年 是兔年 苦之后下一年 在2023年就是兔年 在兔年之前可以延续吉兴的运势 买入本命年 因为2023年是兔年 兔年就是本命年 如果熟兔的人 不过这个苦年 2022年有咸池桃花暗中介入 单身人士可能遇到短暂的恩怨 镜花水月难以长久 咸池星是一颗咸池星 小心 因为和桃花 如果一下子控制得不好 弄成桃花劫就不太好 接触之前 要认真审视对方的人品 才好 不要麻木地投放太多感情 或者金钱一开始就这样 以免空欢喜一场 遇到所托非人的话 也要随时抽身去止蚀 已婚人士更加要警惕 不要裁外桃花干扰 需要和其他异性接触的时候 应该是保持适当的距离 方圍大师傅 接着控制好自己的身心 有时你要控制自苟 不要容易受到誘惑 尤其是你有了另一半 以免做出后悔莫及的事 暂时可以把心思时间留给爱的人 和家人更加巩固家人的稳定 幸福感 好了 在2022年熟吐的人 他的健康运势又如何 在十二的身肖之中 熟吐的人身体的质素 是不算上街的 虽然外表看上去活配健康精力充沛 但为人因为势力多思想 缺乏耐性和勇气 心理情绪压力方面是比较大的 在2022年受到太岁仁虎的威压 即人木、虎莲 即地支的五行 熟吐人难免有心慌、惆怒感 所以在2022年首先要关注 在各方面的心理健康 尤其在工作或学业压力部分的人 便要勤力少少 不要掉以轻心 在身体方面 熟吐的人的体质不算强壮 在2022年受到不少小毛病困扰 例如咳嗽、感冒、发烧、腸胃不息、消化不良等等 如果你选择责食所带来的营养不良引致其他不息 因此饮食和作息方面都要小心加多留意 做到早睡早起三餐定时 还有其他菜式配搭 应酬频繁的上班一族 要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 尽量避免太多烟酒 平时适量的运动去锻炼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在2022年提防非人的空声影响 出门有招惹破财危险 另外留心个人的安全 财不可以露眼 駕駛人士要加倍留意道路安全 眼看四方提高警觉 以防交通意外发生 这个也不错 说一点 1939年熟吐的朋友在2022年的运势 他们是84岁的 在生活方面以静养为主 不适宜到处奔波操劳 今年家中有举办喜事 有人增长喜庆的意象 有助增强个人的运势 身体方面熟吐的人士 体质偏弱 要留意睡眠不足的情况 多加注意和子孙去大自然玩乐 身心舒畅有助入睡 同时也要注意你的濕头过 腰椎等关节的毛病 出门在外面上下楼梯 最好有人陪同 避免跌倒 如果跌倒 没有人发现 家居布置方面应该保留空间寬淌 走的路不适宜团租太多的杂物 虽然现在十月至近年尾 大家可以放些东西断捨 不要东西送给家大厦的清洁 不要浪费了 用得一用 可以减低 在家中碰到关节受伤的可能性 也是私比受紧有福 1951年十套的人在2022年运势 他们是虚零72岁 本年度可以安刊晚年 家庭圆满的 安逸幸福 不过在一些琐碎上容易激怒 容易动怒 要以这个较达乐观的心态去看待 避免情绪激动 起伏不定 好像刚才我的电脑突然间停了 然后我自己马上想一个方法 方法总比困难多 今年在这个事业方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其实72岁很多时候 应该都已经退休了 如果你还在工作 记得不要因为利益的东西 和朋友喊杀不断 会伤害双方的感情 甚至有可能对博公团 投资理财方面 可以有不错的财运进帐 但设计贪心 可以获利之子 见好就收 身体方面 也要注意喉咙气管系统的问题 年长看药 或者有旧患的朋友 最好戒烟戒走 以免发生了健康危机 到了1963年 即是梅姐出生那年 如果梅姐还在生 我们看下年2022年的云世 出生于1963年 贵卯年 属兔人士 虚零60岁 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工作上面临即将退休的转折 一般人都是这些时间退休 有些是65 属兔人大多都是向往舒适的生活 正是将自己的重担慢慢放下来 他如果想继续去工作的话 不妨有很多爱好的出发 即是一些嗜好出发 财运方面受到劫财的运势影响 不适宜做重大的投资决定 同时千万不要和别人有钱上的瓜葛 和别人合股从商或者购买股票 同样容易发生破财的危险 另外身体方面要注意腸胃的毛病 少吃生冷的东西煎炸东西为主 另外家宅可以简单的装修改善居住环境 提升生活质素 对于对个人身心健康也有影响 是好的方面 1975年的朋友在2022年的云世 他们虚宁48岁受到多粒吉星庇佑 凡是琐碎的事都可以顺利解决 在2022年事业和生活中 处于相当平衡平稳的状态 有不少新的合作机会 但未免受到变动负面影响 要作出这个详细的准备 建议是下半年才落实 大部分人在2022年的经济压力大 不妨注意家中长辈的健康状况 轻微的维修工程又要花费金钱 尤其家里有小孩正处于大学阶段 或者打算结婚开支就会培增 对于这样做好家庭开支计划 以免失预算 在身体方面也要警惕过劳伤身 你是否说我 但我不是熟兔 注意太过捱得辛苦 定期身体检查及时把握身体健康状况 1987年出生的人士在熟兔年份 2022年是虚零36岁的 事业和财运都稳定的 有望获得上司 悉心提拔 具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可以过着生活顺畅一年 职场当中会遭遇挫折 因为熟兔的人是吉中有空 熟兔的人也有可能惹人是非 经过一番沉淀 你可以重新出发 如果想重新重修旧好 注意自己的态度 要谦信和诚恳 如果有意经商和创业的朋友 作出大胆的转变的话 前期应该要小本经营 设计大量资金去做投资 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头等客人跟我说 他说将来你会有自己的生意 他说Think big start small 要想的时候要想小的开始 但你要想 有一个志向要大 他说了一些东西 不好意思在这里说 以后你们会知道 以后你们会知道 我不是熟兔的 他说不适宜过多压力 过游不及 反而会加剧了 对于家庭关系的疏离 身体方面不适宜忽略 千万不要忽略慢性疾病的影响 建议定期做身体检查 在1999年 在属兔的人 他们虚灵24岁 在这个苦年 2002年的运势 无论是刚刚踏足社会的毕业生 或者是已经进入了 出来做了事 今年会遇上具有发展的潜力机会 财运明显有进象 但同时也要求工作上 不适宜眼睛手低 好高无远 太急进 应该自己虚身学习 不断增进个人的知识 和见闻 这些就是了 这里有没有熟悉的朋友 听阿沙频道 YouTube Smart Travel 见识见闻 至于感情方面 我无法帮助你 你自己来 校园情侣关系 可能有异地 和对未来规划不同的对象 大家想的东西可能有分别 以出现危机 建议多与对方沟通或商量 适当做出让步调整 不适宜很负面 说两句不买就分手 而单身的人依然都是单身的 把心力放在事业为妙